有黑 有白 也有黄 这些小东西叫鼠腹 是一种等族木 也被称为西瓜虫 我觉得全部都是蛮美的 因为它们颜色漂亮 有些比较浅的颜色 有些比较亮的颜色 有些是大枝 有些是小枝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 那些比较小枝 比较可爱的 因为我喜欢收集这些东西 所以我也是觉得 我应该收集全部 黄晋福2021年在网上 看到有人将鼠腹当成宠物 也加入饲养行列 鼠腹的价格 取决于它的稀有程度 繁殖速度和饲养难度 一般在几毛钱到一百多块钱之间 敬福家里的鼠腹有上千只 他们每四到六个月生产一次 每次可生二十到三十只小鼠腹 现在我差不多三十六种 最少是可能二十只一种 最多是差不多百多只 如果他们生很多孩子 对我来讲是一个成就感 我觉得我帮他们做了这个屋子 让他们生活到开开心心 吃到胖胖 又可以生很多孩子 鼠腹的大小因种类而有所不同 通常介于0.5公分到2.5公分长 有些品种则可以生长到三公分或更长 他们的平均寿命是两到三年 敬福把每只鼠腹都当作宝 为了掌握他们的生活起居 吃歌拉撒 敬福花了不少时间研究鼠腹的习性 也养出许多心得 他亲自调制饲料 希望给鼠腹最好的营养 我觉得如果每天需要切菜 切水果有一点麻烦 因为有三十六盒 所以我去找那些粉 然后自己去调 自己去嚼 给他们做他们自己的食物 从来没有问我肚子饿吗 热吗 你关心他们的关心比我多 他们没有吃很多的 然后他们那些叶子在那个箱里 他们也会吃的 所以这个是比较健康的食物 还是如果你愚蠢 你就吃这个 鼠腹属于杂食甲壳类 他们常被误认为昆虫 实际上他们更接近虾和螃蟹 作为无脊椎动物 鼠腹需要摄取大量钙质 来强化重新生长的外壳 所以这些是我的货 我带进来给他们的 所以里面这边是那个墨鱼骨 给他们那个膝盖的 这个是那个树皮 我来弄给他们的 就是他们躲在的下面 或者是吃的 所以有不一样的材质 看那个盒子是多大 这一个个盒子 就是进幅为鼠腹 精心打造的家园 这是我第一次做的盒子 所以以前我是 用那个screwdriver 我钻那个洞 我觉得不是很美 不是很专业 所以我去买那些 这种通风的Vans 所以自己入那个洞 通那个洞 然后自己放上去 所以这种是比较好 因为它比较安全 不会掉 鼠腹怕热 喜欢生活在潮湿的环境中 俊福很注意空气湿度 和土壤含水量 希望鼠腹在他们的家里 住得舒服 他们的温度不可以超过30度 所以他们有一个 特地有一个风扇 吹着他们 比较浇水一下 要不然他们不能呼吸 每一箱里面 我有放了那个温度机在里面 从我的电话我可以看得到 如果天气比较热的时候 我也把它们开起来要盖 还是把它们移去房间冷气 其实 鼠腹对环境保护 有一定的功能 他们会吃腐烂的有机物 然后将它分解 并排放到土壤中 从而去除土壤中的有害真菌 促进土壤的良性循环 通常我会用那些泥土 我已经准备了一个月前的 他们需要那些 利用的菌 鼠腹会打边 很多那些瘟 所以这些菌 是会帮忙整理那个箱子里面 差不多每6个月到1年的时候 我会把一半的那个泥土换掉 换到新的 那个旧的泥土 不只是泥土而已 是可以拿来放进去那些花 叫那个花 肥皂 健福养这么多鼠腹 每个月的花费不小 最多的时候 我应该是花差不多两千多 平常的时候可能几百块 因为我会买他们需要的东西 还是偶尔我会买新的种类 然后突然间拿回来 看有新的 然后他就会有毛 为什么你又买新的 我觉得他们是 第一不会吵到人 第二 如果他们不小心爬出来 他们不会破坏东西 所以我觉得他是蛮乖的 他可以把100%放进去 可是那个属妇不懂 他的主人是谁 他也不会跟你讲 thank you 我都不懂他眼睛在哪里 所以我不懂他喜欢的是什么 但OK咯 不用紧 他不用跟我反应可以 我跟他们反应就可以了 我跟他们讲 你好吗 吃得好吗 我觉得OK啦 我觉得OK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